欢迎收看《讲清讲楚》 政府近年着力推动调解仲裁 刚举办的法律州也有就这方面作出讨论 到底市民有什么得益呢? 我们邀请到律政司司长林定国上来谈谈 早上司长 早上 以前我通常有争拗就会说法庭见 但是近年政府就会说不如先调解仲裁 其实具体调解仲裁我知是两个概念 但是具体其实它是可以解决哪一方面的问题 是否所有争抑都能解决到? 其实基本上所有民伤事的糾纷 原则上都可以 因为概念其实跟什么性制的案件无关 只不过就是说当我们考虑用什么方式 去解决这个争议的时候 好像这么说过去一旦有争议 你不同意或者怎样都好法庭见 大家可不可以不说马上去法庭见? 在法庭见之前可不可以多走一步 但是尝试透过一个中间人的协助之下 大家可以和平理性解决的问题 就折省了或者不需要再劳烦法庭 所以其实讲的是一个调解的方式 就跟某一类是哪一类案件是没什么关系 好了我见其实近年政府 特别是今次七份事业报告 都很集中去讲调解 我们先讲调解先 看到他有推出一个叫做社区调解的先度计划 其实具体你说没有特定案件 其实他涵盖的范围 是不是所有民伤事业都可以呢? 对象又是怎样呢? 有没有什么名额或者有没有什么限制呢? 这个当然我们刚才报告到 也讲了这个调解 具体的细节当然都要和很多的持份者商量 但我想解释这个概念是什么 就是重点就是社区那两个字 因为过去很多时候我们讲调解 都是比较多讲一些商业上的糾纷 可能是一些商业公司之间的糾纷 做生意的来来往往 但是正如我刚才这么讲 调解的涵盖范围是很广阔的 很多时候我们日常都很多 遇到很多糾纷的 就是我常常都举个例子 楼上楼下 漏水啊 噪音啊 或者其他一类相关性 是比较民生多些 是日常生活相关多些的 那类我会叫做社区 味比较重一点的糾纷 那其实更加需要调解 因为那类可能 如果你透过一个法律的手段 要去法庭解决的话 就是伦理之间的糾纷举个例子 其实是很免得失事 也都很伤感情的 一些解决问题的方法 那所以我很希望令到人理解 就是调解 不是只是帮一些做生意的人 调解是可以帮助到市民大众 解决他们日常会遇到这些争议的 所以希望就是透过我们宣布有这样的计划 接触多些社区人士 看看他们在这方面究竟 需要是怎样呢 哪个范畴他们会比较多些 可能是伦理之间或者是相同类似的 那我们是希望了解一下社区的需要 配合一下社区的需要 去令到首先增加对调价的认识 第二看是怎样可以落实 或者尝试多些 令到他们实际上 用到这个调害方式去尝试解决他们的狗分 我知道其实 之前政府也有说过 其实现在有时 虽然说法庭见 很多时候都会是庭外 可能已经调解了 你看到最主要是哪一类型的 就是在社区发生的争议多 会不会我们一想就是很老实就是 赡养费的争拗 然后另外就是可能是 刚才你说 就是可能你譬如滲水 要求赔偿那些金钱上面的争拗 是哪一类多些呢 其实就种种类型都有 因为当然我过去自己的执行经验都有 刚才你说的 关于家事那类的争议 其实都很多时候法庭都很鼓励去调解 因为争议的性质本身 都不只是涉及法律的问题 很多时候都是涉及一些法律以外的考虑因素 现在你就说要再收集意见 但是有没有一个时间表 目标都是在一年之内 是希望除了构思之外 是能够有一些落实到的 所以有一个先道计划 就是先行先试 可能在某些地区 或者某些范畴 做一个上线先试 看看效果如何 是再检视再去一个抗战 循序漸进也是要 我们知道现在 其实我们市民对于调解 可能那个认知就不是真的那么深 有一个固有的概念 就是是不是调解真的行 因为感觉上 就好像调解好像是玩超级 一定要打和的 就是你又让一步 他又让一步 就不理大家 哪个道理 会不会说在哪个道理 有些人就觉得 好像不够公道 你怎样看这些说法 我又不同意 因为调解究竟和其他类型的 解决纠纷的方法 有什么不同 就是仲裁也好 打官司也好 他们有个特性 就是很对抗性很重 一定有赢家有输家 就是上法庭只有一个赢 不会两个都赢了 就是说得不好听之后 就是差不多叫你死我忙 有时候你死我忙 不是一个最好解决问题的方法 尤其是有争议的时候 通常如果你是解决不了 都不是这么简单 非黑色白的事情 可能各自都有少少道理 大家都未必适合 大家都未必适合 或者法律上 可能都不是这么清晰的 是有争拗的地方 那调解好处是什么呢 几件事 第一 真的省时间 因为大家都很明白 法律程序 都是需要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其实带来的心理压力 或者各方面的负担都很大 第二 法律的费用 大家都很明白 都是需要一个承担 一个经济上的负担 对于很多市民大众来说 都是一个相当重的负担 调解是什么 就是说有个中间人帮助你 也都不是逼你 是大家你情我缘 不过分析 可能你有你的道理 不过人家对方 也都不是完全是一个很不合理的人 是不是大家真的没办法谈呢 是不是大家没有一个大家都接受到的方法 可以尽快 也都最省钱的方法 解决这个问题呢 我们见到司法机构 都有三间的调解办事处 可能是专责做某几类的调解 但我们见到那个使用的人次 很老实的确是不多的 去年可能只有1700人次 你怎样可以去确保 未来的先度计划 真是会多人参加 因为你刚才正正说 就是要你情我缘 可能大家都不熟 那就不缘 当然这些数字 就是因为司法机构统计 我详细没有分析过 但以我的理解 好时候 用那些调解机构 因为很多时候大家没有律师 你需要透过一个机构去帮助你做 但是其实香港现在很多调解 都不需要经过所谓的那些调解中心 很多时候 其实双方都有律师代表 大家都会明白到法庭是会有期望 甚至有一些规则 是需要双方面尝试用调解解问题先 这些是全部都不需要经过 刚才你说的那些 所以这个数字 我相信并不完全反映了 在香港真正是已经尝试用调解 去解决纠 第二 有什么方法可以令到大家做多些 其实现在已经有很多法律上的规则 例如法庭已经有很多程序 或者一些实务的指引 是要求双方便尝试去用调解 如果你试都不试 或者你不合理去拒绝一个调解要求 将来就算你赢了官司的话 可能律师费都会有一些 给他折扣你 拿不出律师费 或者其他律师费方面 都是有一些后果要承担的 所以其实司法机关 在透过不同的方式 都是鼓励人尝试用调解 但是需不需要去到强制呢 你自己觉得 譬如我见有些其他地方的做法 就是可能这些比较上社区的争拗 他就真的要你先调解了 然后才上法庭 现在法律程序上 很多不同的案件 都有一些强制性的意味 如果例如家事那类的诉讼 或者一些区域法学院的 在这个程序里面 都已经滲入了一些 就是说如果就算你开展了诉讼的话 首先你都不要立刻说排期给你審 你首先都要令到法庭相信你是尝试用调解解 不过真的解决不了 你都要签回一份文件 跟法庭说我试了调解 调解不成功 法庭才会容许你继续去排期审讯 程度上来说 其实都要包含了一个很 我可以叫做强制性 不过就不是说有个条文强制 其实实际上 现在的法律制度 都是向那个方向推进 但是强制的意思正如我强调 就不是逼人一定要调解成功 不过首先你要试了先 整体政府有没有一个KPI 想着每年 其实我们现在其实有多少案件 就是先已经是调解 将来想着加到多少 还有如果真的去到某一个水平 其实我们那个法庭 有时候说那些案件处理得很慢 可以缩短多少 有没有一个这样的想法 还是将来我想我们都要去检视一下这方面 我想就不会定一个KPI 就是我的目标很简单 就是任何案件 每一宗都不应该有例外 都要尝试用调解去尝试解决 那这个是终极目标 因为这个都是整个概念 那当然越多越好 我见你都特地有 有些工作组专家组成立了 包括可能是有一个 的调解的监管制度 甚至是一些仲裁来的发展 其实为什么要去整这些 专家组工作组 目标是不是就是 刚才说的那个目的 非常多谢你这么关心我们 首先我们最近都是 成立了一个专家组 他的目的是什么 他包含了一些 香港仲裁界 和调解方面都很资深 很有经验的业界人士 其实就是帮助我们 律政司去构施相关的政策 而其中一样我们处理的 就是特别针对调解 是检讨现在所谓的一个 资历认证和可能 紀律方面的一个 规管制度 现在其实香港 调解园呢 其实没有什么 说规范 什么人士一定可以 做调解 没有这个制度 因为当然我们想鼓励 多些人做和事佬 所以没有规范 跟律师不同的 因为律师 你没有牌律师 你犯法的 但是调解园不需要 但是当然我们 有不同的一些机构 都有一些资历的认证 就是等于给你个Q 但是怎样可以 就是我已经思考了一个问题 怎样增加市民大众 对调解这个制度的信心 就是怎样我会相信 调解帮到我先 那我会想有两个 都很关键的 第一就是调解园的 那个能力 就是那个和事佬 你不能随便做和事佬 你都要有个能力 去帮人解决问题才行 就是你都要被人觉得公道 就是要考试 是 其实现在那个 不一定是考试 可能是上一些的课程 现在很多时候 的资历认证 都是你要上一些课程 起码你要调解是什么 或者调解技巧 或者程序 你都要熟悉 第一点是水平的问题 第二就是你的诚信的问题 因为调解完 你的和事佬 最重要是什么 令人觉得你公平 就是你不会 事但偏崩一变 所以无论诚信 有好 那个专业的水平都好 我相信都会影响到 市民大众 对接不接受 用调解 这个方式去解决争 但是怎样在 言行而间 一个相对自由开放的程度之下 要拿个平衡 令到大家的水平 即是有一定的保障 令到大家对这个诚信 都有一定的保障 怎样可以优化这方面的制度 就是现在我们有个工作小组 是检视翻商这方面的规则 即目标就是刚才我解释 那方向究竟是 应该是你们想要有牌和事佬 还是纯粹是给个Q 什么的和事佬 这个就是一个要检讨的问题 因为有好有不好的 因为我们想多些人做 你现在很多人在做 那你突然间说要有牌 你影响了可能 那便少了人 有资格做调解 那可能违反了 将调解文法推广 但是你说完全没有一些限制 或者没有一些标准 令到人家分析究竟哪些人 是可能相对上可恰一些 那又好就未必是最理想 但怎样是一个最好的方法呢 正正就是现在我们工作的方向之一 所以这个问题要 交给工作组 没错了 希望迟些可以回答到你 那时间表呢 有没有说希望工作组 几时之内 因为刚才你也说 你又要搞社区的调解先渡计划等等 其实你都挺逼切的 说真的 其实小组都成立了 那我们工作小组都现在在做事 那我希望真是透过几个月的时间 就算不是说今年年尾 我希望年初 工作小组都有一些初步的意见 那一个初步意见 我都要带回去整体的一个 就是刚才我那个咨询小组里面 让业界多些人士 都给多些不同的看法 那这个也是一个事关重大的事情 但是我觉得是需要去深思 和需要去处理的 市民都会想知道 那如果我调解了 那我其他真的上法庭那些案件 到时可以缩短多少呢 逻辑上一定是短了的 但是你说短多少 那当然就看看究竟 是不是多些人用不和解 和解大家的成果是怎样 那这些不能够用科学化去量化 那我们刚才一路说的社区层面 其实调解都是个高层次 那看到现在有个叫国际调解院 那明年就最快 明年年尾可能都希望可以投入到服务 那其实这一类的国际调解 其实你预计那个在香港的总部 可以处理多少案件 和我们香港又可以帮到多少 现在我们都还在研究 那个调解院的框架 这个真的很高层次 又和社区合适的另一个方向 因为这个所谓的国际调解院 是什么一回事 就是我们国家牵头 和一些相关概念的国家 大家是同意签订一个国际的合约 国际的公约 应该是国际的条约 是成立一个国际调解院 而这个调解院是一个机构 这个目的就是通过调解 去解决不同类型的争议 可能包括国家和国家之间 可能是国家和另一个国民之间 可能是一个投资 我在第三个另一个国家投资 可能是有点争拗的 甚至是国际间的 可能是一些民伤市的糾训 那这个是一个本质 是一个国家之间的国家行为 那香港的角色是什么 第一就是 其实现在在香港 有一个国际调解院的筹备办公室 那我们律政司是借掉了一些人手去帮忙 那当然未来究竟我们的特区角色 首先就是总部会在香港 现在就是湾仔警署在改建 那至于将来 究竟我们实际上是怎么样 那我相信一定有个角色在那 但是实际上的细节 是要留待谈判 就是国家 包括外国家 他们之间有个共识 希望香港做些什么 那这个才可以交代到 但是我们暂时 你评估我们自己自身 就是在介入一些国际的调解案件 其实我们有没有这方面的人才呢 其实你就这么说 我随便抽一类 譬如你说国家和一些投资者之间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 都这个挺经常的 就是那个国家和一些外来的 另一个国家来的 投资者之间 是有一些糾训 那其实香港有不少的 国际处理这个调解的人才 都是很出色的 国际商事之间的调解 也都有不少 那所以如果 当然究竟是哪一类人 有资格做调解员 都是要看回谈判这个国际公约 成员国之间 他们将来会制定一些规则 我相信他们会规定的 不是个个人都会做调解员 因为你说的是比较高层次的 他一定会有一些规则去 去界定了一些条件 符合到条件才可以做调解员 那些人会不会有机会 包括香港人呢 我现在当然讲不通 但是我很有信心 根据我对香港 已经现有的调解人才 能够满足到一些条件的 我有合理信心 应该会有人是可以做得到 好 请得你上来 没理由不讲一下法治的 刚刚就美国大选那里 其实都大局已定的 特朗普相信都是会做总统 他都曾经很关注香港的案件 特别就是说 我一定要要求要释放 这个国安的国安案件被告 黎智英 你自己怎样看 会不会担心 因为他出招 很多时候大家形容 可以是很疯狂的 会担心对于司法界有很大冲击 到时候可能制裁所有法官最坏的情况 你怎样应对 任何人尝试用任何的言论 或者行为去要求我们 改变一些我们司法的程序 或者尝试影响的结果 当然是违反法治的原则 这个当然是不适合 我也都很相信 我们无论是特区的 我们自己 我的同事也好 或者是法庭也好 都多番表示过 也都透过我们实际的实践里面 显示我们是不会受到 这些这样的言行影响到 或者我都再可以补充多一句 因为我最近都留意到 这两天都是就着这些 这样的美国的事情 有些在 或者是美国驻香港的代表 都表示过一个 我觉得挺有趣的一个说法 就是他们都很有兴趣 跟香港改善的关系 不过首先有个前提 就是你要改变 处理某一些 现在我们正在行的案件 那我又有一些很奇怪 为什么呢 我会想起一个什么比喻 就是有个人伸手跟你握手 或想跟你做朋友 但是他又不断地 找脚不断踢你 那我会很想就是 其实这类这样的说法 究竟能不能够令人有说服力 觉得你是有个善意和诚意 去大家是建立一个 相对友善的关系呢 所以其实我真的有个反建议 如果任何人是希望 和香港是建立一个 有互信的一个友善关系 我很希望他们是停止 去发出任何的言论 或者做任何的行为 是对我们的司法人员 或者对我们法律界相关的人士 做一些有些威胁性的说话 或者尝试去干涉 我们的一个司法的程序 另一个讨论就是关于 就是之前有一个屠龙案 判就没判完 判赢了 不过裁决就已经有了 引申到一个讨论就是说 其实我们应该要改革陪审团制度 甚至有些人说是要取消 你自己怎样看这些说法呢 刚才你说了 这案其实未完全完结 所以我就不打算去 针对着个案去作任何评论 有些大原则要记得 基本法有一个条文 第86条 说什么呢 就是说 香港原有的陪审制度的原则 是予以保留 所以我想陪审 有陪审团这个制度 基本上的原则性 是基本法保障了 是需要保留 但是你说陪审团的 运作的时候 细节上 是不是有些地方是可以优化呢 当然这些事情是要听一下 社会上的意见是什么 还有有什么理据 是吧 就是要分析的 这方面我没有一个 这一刻不是我有什么具体的想法 绝对没有 但是我相信要记得 原则上这件事是 基本法说了是需要保留的 有没有需要优化的空间 但优化的空间目的是什么 就是令到这个制度公平 令到是一个有效的方法 有效公平解决一些法律上的一些问题 尤其是在刑事案件里面 这个要大家去 我相信也要看一下社会大众意见 还有你改了有什么理由先 还有怎么改法先 改了是否会令到程序更加公平呢 就是这些是要很详细很深思 任何的改变 我相信都是要有很成熟的思考 还有讨论才可以做 其中一个建议就是说 现在因为陪审团作出一个裁决 其实基本上 除非你说法官引渡 技术上出错 那你才可以上诉 否则你是不得上诉 有些意见就说 不是 其实都应该可以上诉 在这一方面 你自己初步觉得 如果真的要改 是否就符合到更加公平公正的原则呢 另外我说 这些都是深思熟虑 不过我会有很多问题想的 第一个问题 其实陪审员的判决有什么特色呢 其实就是他不会给理由的 通常如果你说一个人错的话 那你要说他错在哪里 那如果陪审员他也是 你不会知道他有理由的话 那其实怎么去运作呢 但现在也不是完全没有这个可能性 譬如一些法律上 譬如如果是陪审团的决定 触及到可能是法庭的引渡 法官引渡里面 可能法律上有些错误的话 你也有一定的上诉机制 在这方面 即是怎样是再可以深思一点 是不是真的有些不足的地方呢 我相信所有的持份者 受算司法机关 大家都很开放态度去想 但我一定是要正如我这么说 都要深思熟虑 究竟你觉得有什么不妥 你觉得有什么很好的建议 这个建议 怎样可以解决到这个问题呢 我相信一定要有很充分的思考 大家要是有一个充分的讨论 真的有一个相对成熟的答案 才去想想是否真的要改 但是政府会不会做这个牵头 啟动这个讨论 我想暂时没有这个这样的 没有这个这样的具体计划 但是我们永远都是留意着 市民大众对这方面的意见 明白 多谢你上来说清说错 下次再见